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19年 廖海军和他已故的父母 均被宣告无罪 廖海军本人和出身法官 接受了本栏目记者的采访 讲述了案件详情 昨天杭州警方通报 杭州730道路交通肇事案 调查的最新进展 更多案件细节被披露 近日 广东广州一个公司 来了几个身穿制服的人 他们自称在执行公务 还声称不给钱就坐牢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看今天的热线发布 近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公告批准 毕克齐大葱 铁岭大米等 21个产品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核准88家企业 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19年前 河北唐山两个孩子被害 17岁的廖海军 其父母被警方抓捕并判刑 但是廖家人一直在申诉喊冤 就在昨天 这个案子迎来了重审结果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999年1月17号 在河北省唐山市千锡县新吉村 有两名九岁女女孩突然失踪 根据家属回忆 那天是周日 两个孩子在学校补课 孩子父母在村里集市上出摊 可是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 却迟迟不见两个孩子回家 能不能我们家这个孩子 姥姥家来人 跟着玩儿去了 上到二姨家去看一眼 说没来人 老家人你在引装 说没来人 没来人上哪儿去了 到晚六点多 大学喇叭广播还是没有 交集的家人 马上去派出所报了案 刚开始警方推测 两个小女孩很可能 是被人贩子给领走了 马上安排民警去调查 然而48个小时后 两个女孩的尸体 被发现在村边的一口枯井内 女孩的继母告诉记者 事发后大概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警方在廖海军的家里 发现了血迹和菜刀等线索 经过侦查 千禧县公安局宣告破案 新鸡村17岁的廖海军 被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 1999年3月8日 廖海军因涉嫌 故意杀人被逮捕 这起案件的告破 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两个小女孩的命案 在一周时间就被破获了 在当时成为附近村民们 热议的话题 还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 然而在廖海军的记忆里 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情形 廖海军告诉记者 事发那天自己和朋友在外面玩 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廖海军说几天之后 几名警察突然来到自己家里 把他带去了派出所 并且对他拳脚相向 那时候你就承认吧 肯定是你 完了就打了我 订犯是 打了得有16个小时 到后期就是 后边有人说 你就承认吧 是吧 我们没有证据呢 也怕不了你 我们有证据呢 你不承认也怕了 我说行 我承认了 完了他就开始承认 说这个 这个叫 钻笔录嘛 就做成那笔录 比如说 你穿 那被害人穿什么衣服啊 我说黄色的 他就啪啪打我一顿 打我一顿肯定是不对啊 我说红色的 又打我一顿 我说白色的 对了 他写上了 与此同时 当地警方还找到了被害人家属 让他们描述 是否与廖海军存在什么矛盾 说我们不懂 只要你承认打个架就行 我说没打过呀 就这么一句话 真的没打过呀 你的心劲 老少爷爷可以作证 大吉祥打架谁看不着啊 这些案件从发生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19年的时间 当年为什么会认定 廖海军是杀人凶手 动机又是什么 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 当年的案件情况 记者来到了当年 侦破这起案件的 河北省唐山市千禧县公安局 但是警方却拒绝了记者采访 廖海军说自己从1999年 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后 当地警方一直在找证据 提交给检察院 直到2003年 唐山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判处廖海军无期徒刑 他的父亲廖友和母亲黄玉秀 犯包庇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到03年下方判决的时候 我一看判决 无期我判无期 我妈判五年 我爸判五年 但是当时已过了 四年七个月了 我说我妈和我爸 还有五月回家了 我就说别上诉了 我说你们俩先回去吧 就先把你们俩能先除去 我说我到监狱有申诉就得了 出于这个目的 一审判决后 廖海军并没有上诉 2004年廖海军父母先后 服刑期满被释放 从走出监狱的那天起 夫妇俩就走上了申诉的道路 通过对卷宗的查询 廖海军的母亲黄玉秀和律师发现 警方在自己家里发现的血迹 经过公安部DNA比对 是黄玉秀本人的血迹 并不是被害人的血迹 在2009年8月 最高法调阅了廖海军 全部卷宗材料后下达裁定 撤销该案件的原审判决 发回再审 一直伸到 10年吧 10年我才出来 取保候审出来 16年突然之间就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说 你十天以后开订 好了 你准备一下 唐山中级人民法院 2016年的这次开庭 对案件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并没有宣判结果 在等待的过程中 廖海军的父亲廖友 于2011年去世 母亲黄玉秀也在 今年7月16号因病去世 直到2018年8月9号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认为 原审被告人廖海军犯 故意杀人罪 原审被告人廖友 黄玉秀犯包庇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 并当庭宣判廖海军无罪 廖友黄玉秀无罪 综合分析来看的话 就是说廖海军他供述 他的这个作案动机不明 而且对于说 他这个作案的这个时间 还有抛尸的时间 都是不太明确的 其他证据之间 也都是有问题 无法得到合理的这个 解决和排除 所以说从本案来讲的话 公诉机关对于这个 廖海军的指控 他无法从这个证据上来讲 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来证明这个廖海军有罪 所以说检查公诉机关 他指控廖海军杀人的这个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他所指控的这个 廖海军杀人罪不能成立 廖海军故意杀人案 在网络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从2009年最高法下达裁定重审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 为什么在9年的时间里 都没有对这个案子做出判决呢 对于这个问题 法官也给出了答复 由于这个案子吧 重大 疑难 而且还复杂 案卷中涉及到的证据材料 非常的繁多 对于他这个证据的分析认定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 审理周期比较长 在庭审结束后 廖海军告诉记者 等判决生效后 他将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并要求对可能涉嫌违法的 办案人员进行追责 案件过去了19年 两个截然不同的宣判结果 下面我们来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岳深山律师 岳律师 您怎么看 这些案件的重审重判呢 我们说这个结果的话 是让大家比较欣慰的一个 因为我们说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居然是判处了无期徒刑 时隔19年之后进行了纠正 那我们首先的话 是对审判机关的这种 有错就纠的这种态度 我们是要点一个赞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冤假错案这些年 确实发生了一些 而且是曝光出来了 但是我们会注意到 不是说我们冤假错案有很多 而是说个别的案件 可能存在着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审判机关 就是说最高法院 包括我们的其他各级人民法院 能够有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这个肯定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要预防产生冤假错案 我们不能再让冤假错案再发生 这个时候预防就需要 我们做到坚持我们的法律原则 比如说像罪行法定原则 比如说像一罪从无原则 那么我们在证据的认定上面 证据的排除上面 包括说这些非法证据的排除上面 都要严格来执行 那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发现了 冤假错案之后 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 为什么会发现冤假错案 那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 在我们以后的审理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会进行避免 比如说是不是不要那么片面地 去追求立案律 破案律 起诉 批捕律 定罪律 等等这些数据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对于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这种工作压力会有所降低 同时的话呢 他们会严格地依照法律程序来判案 另外一点的话 预防很重要 但是事后的追责 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说相关的这些责任人员 得不到相应处理的话 那么给予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 或者说审判人员 司法人员 他们是不是心里边 就会有一个警醒 说我如果做了错案的话 我可能会被追责 那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相信 冤甲村的杜绝 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岳律师 我们来关注下一个事件 7月30号 在浙江杭州西湖区 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交通事故 导致4人死亡 13人受伤 多车受损 昨天下午 杭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杭州通报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平安杭州发布的通报指出 涉案嫌疑人陈某某 穿拖鞋驾驶小型越野客车上路行驶 因操作失误 将油门当刹车使用 致使车辆在荆州路 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 逐步加速至每小时132公里 最终酿成重大交通事故 其行为涉嫌交通肇事罪 经检测 陈某某精神状态正常 排除其酒驾独驾嫌疑 具有完全行事责任能力 监控画面显示 7月30号19点06分 浙江杭州西湖区 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一辆黑色小型越野车 在荆州路由北向南行驶至 文二西路车辆失控 冲撞在路口行驶的车辆和行人 事故造成4人死亡 13人不同程度受伤 及车辆道路设施损坏 现在打个电话叫分外卖 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在河南新乡 一个女子却把订餐电话 打到了110报警中心 这是怎么回事的 8月1号下午2点多 河南新乡一名女子 打110报警电话说要订餐 正当街警员感到纳闷时 女子接下来的话 让她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电话里女孩言辞隐晦 但是街警员还是意识到了 情况紧急 于是民警立即根据女子提供的位置 展开解救 我们接到市局10指令以后 到达报警人所报的位置以后 我们担心里边有一些异常情况 我们就以辖区民警日常检查和排查的方式 进入该店 这是老板 这是老板 你知道吗 嗯 知道了 在后面很硬 监察 这个我们进到店里边 第一眼看见有名报警人的女子 坐在这个床边玩手机 旁边还有个行李箱 这个我们对这个场所进行检查以后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静明警了解 报警女孩李某来自丰丘县 两年前在网上认识了新乡的一位网友 前几天这名网友说要给她介绍工作 她才来到了这里 你来到这边上了 我来到这边上班了 我去新乡上班了 我去上班了 上班了 走不掉 这边你走 啥意思 但是有啥香饭不在这边上班 你来插件了 插件了是吗 经初步检查后 民警发现报警人可以自由活动 他只是担心自己有危险 才想到了打110电话以订餐为由 希望民警解救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对这名男子和这名女子的情感纠纷 进行了一个线上调解 同时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批评教育 最后我们将这名女子安全地 保证这名女子安全地离开了 很多网友为女孩和接警员的机智反应点赞 也有些网友提到了 接警员每天要接到各种各样的报警电话 有寻人的 求助的 甚至还有人报假警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岳律师 岳律师 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首先的话 说这位小女孩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报警 然后解救自己 确实很机智 但是同时我们会注意到说 如果没有我们公安干警的这种敏感 没有这种能够说把别人的 或者说报警人的这种安慰 放在第一位的这种态度的话 那我想可能不会顺利地 把这个孩子解救出来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说 其实很多人在报警的时候 并不是非常紧急的这种情况下 就选择了报警 比如说丢了一条狗 那我们说寻人的话是紧急的情况 但丢狗的话 可能并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但他也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寻求帮助 我们说报警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注意110 它是一个紧急报警平台 我们需要把这个 非常紧急的这种生命通道 可以讲 是要留给真正需要它的人 甚至我们会发现有些人报假警 他可能喝多了 他报假警来骚扰 有可能说为了寻求博人眼球 进行直播 他甚至都可以打一个110报警 然后来进行直播 来寻求粉丝的这种关注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就要进行严肃的处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网法的规定 对他们可以进行拘留 或者是罚款这样的处罚 那严重的构成犯罪的 甚至可以追求他们刑事责任 我们说110 它是一个生命通道 同时的话 它是公安机关正常的一个接警秩序 会受到保护的一个通道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报假警 那么就要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好的 谢谢 谢谢岳律师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热线12直播继续 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家幼儿园 一个叫林立的女孩 放学回家后 脸上带着瘀青和伤痕 他的父母查看了幼儿园的监控录像 结果看到了令他们愤怒的一幕 监控显示在8月6号中午13点17分 一名教师将两岁的女童林立 拉到一间教室里面 并将女童按在地下 随后该老师关了房门 不停对林立进行打骂 这名教师正是广东省广州市 增城区历城街勤令幼儿园 小二班班主任黄老师 钟先生说 他接林立回家时 看到孩子面上有伤痕 但林立当时的解释 和黄老师说的一样 都是说自己从床上掉了下来 于是他就没有起疑心 但之后他觉得林立情绪不对 就怀疑林立在幼儿园 跟同学起过冲突 于是第二天就到学校翻查监控 意外地看到了 林立被老师粗暴对待的全过程 监控可见 午休的课室一共有三名老师 林立当时可能不肯按时睡觉 一名穿橙色衣服的老师 就将林立拉了起来 然后白色衣服的班主任黄老师 将林立按在床上 但林立依然拒绝午睡 于是黄老师就将林立 直接抱起走出课室 随后出现了新闻开头的那一幕 钟先生说 事发后原方有找黄老师谈话 并给家长道歉 解释是因为黄老师情绪不好 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说了很多就是我的 就是那个班主任 然后是因为他的家里情况 和失恋 各种种种原因 才做出这些事情 希望我亮起这样子 事发后 涉事幼儿园的门口 围了不少准备退款退员的家长 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家长表示 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孩子 可能也遭受过虐待 因为他前两天都更开心的 后面过几天都整天都说我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想去放回之前 那些监控给我们看 看自己的宝宝有没有 有瘦这样的虐待 涉事的班主任黄老师 今年20岁 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 已经在幼儿园工作两年 目前黄老师已经被警方带走 并被拘留 至于事发当时在场的小二班 另外两名老师 同样被停止职务 事发后增城区教育局 对该事件进行了通报 我们教育局可以要求幼儿园 首先在医疗费用方面 肯定要给予报销 接下来的治疗 也要给予全额的报销这方面 如果小孩子需要心理上的辅导 我们幼儿园是很愿意资助 很愿意去配合做这方面的工作的 增城区教育局进一步表示 涉事幼儿园会闭闻至8月底 至于9月份能否按时开学 还要看幼儿园的整改情况 至于目前有家长提出退款 原方也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尽力满足家长的诉求 虽然眼下正值暑期 可是父母对孩子的看管 可不能放假 近日云南昆明的6岁男孩小龙 暑假在家陪爸爸上街卖水果 小龙的父母忙完之后 发现孩子不见了 当天晚上10点半 民警从宝山带着小龙回到了关渡派出所 直到亲眼看到小龙平安归来 家长悬着的心才彻底放松下来 说起小龙丢失的那天 小龙的母亲李女士仍心有余悸 李女士说当天她去上班以后 小龙跟着父亲在街上卖水果 等她下班回来 准备叫他们吃饭的时候 却发现孩子不见了 整时8点钟就回来了 过后那晚上10点钟都没回来 我们才等到10点钟没回来 当时你们跟鸡了呢 鸡了嘛 鸡了跑 然后在山堆那个汉子都到处里喊下 喊嘛喊不答应 夫妻俩在大街上一直找到凌晨3点 也没发现小龙的踪迹 这时候他们意识到孩子可能遇到危险了 第一个早上就累得跑进了 他们那些就说进的时候可以看下健康 李女士找到小龙 平时经常来的一个超市查看监控 这一看才发现 小龙早就被人给抱走了 有小狗嘛就是那个抱人了嘛 我就摸了嘛 摸了过后就 他就抱人了过去 把娃娃抱起来 抱到那个客戏头上 在冰箱那里坐了一会 后头又抱了死 还在走呢 当看到小龙被人抱走的那一刻 李女士一下子就懵了 我想到这个娃娃记得你追不回来了 我就记得哭了 小龙丢失以后 李女士每天以泪起面 幸运的是 两天后民警通知他 小龙找到了 那个叔叔是怎么把你抱着 抱着你的 你说 他怎么抱着你 和你在后面吊烏龟 是不是 你说对吗 在后面吊烏龟 小龙说 印象中 叔叔带他坐了公交车 面包车 又坐了大客车 还走了路 一路上换了很多交通工具 然后还带他住了旅馆 那你跟那个叔叔在一起 他有没有打你呢 没有 没有打 是不是 那你找不到爸爸妈妈 你有没有哭呢 在外面 没有 没有哭啊 那你好坚强啊 想不想爸爸妈妈呢 是 小龙的父亲龙师傅说 看了监控之后才发现 那个陌生男子是趁没人的情况下 和小龙套近乎 而且那名男子还抓住了小龙的弱点 用一只小狗来吸引小龙的注意力 视频中那个男的您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是不是你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这个我也不清楚 也不清楚 不认识 龙师傅对自己没有看管好孩子的行为 很自责 自己平时忙着卖水果 孩子母亲也是忙着在外面打工 现在正值暑假 小龙不用上学 每天就和村子里的孩子一起玩耍 龙师傅一直说 这次是自己大意了 孩子的砍官嘛 以后我们要加强点砍官 经调查 犯对嫌疑人刘某今年53岁 是云南宝山人 平日里在昆明打工 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女儿 目前刘某因涉嫌拐骗妇女儿同罪 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近日广东广州 一个公司来了几个穿警服的人 他们称在执行公务 调查到这家公司有问题 拿钱就可以消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18年5月3号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一家公司的经理 陈某接待了两名应聘者 然而面试不久后 所发生的事却让陈某胆战心惊 陈某说后来进来的四个人中 有两名男子身穿民警制服 声称陈某所在公司有问题 他们在执行公务 就是说你是不是以前 就是说做这个带运的 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审公安局的 审特警 审里面的行政的 然后就是说要会把我带走了 然后后面还说是有人就是说 故意花了大家限要怎么样的 要说要怎么整我之类的 当时就是比较害怕 就在陈某担心自己 会不会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这两名身穿警服的男子 有了新的要求 暗示只要陈某照办 就不会有事 比如说让我给他50万 然后后面给他还价 还到40万 就算没有这么多钱 从冰息臭 当时给他臭了 上次6万给他 由于陈某没有那么多的现机 他跟两名男子单独商量 这36万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 转给对方 再收到转账后 对方就立刻离去 他们走的时候因为很神秘 他就说 你不要让我把屋里登陆关掉 然后不要说话 他说后面外围还有警察 在听着他们办案 然后他走过之后 半个小时以后 或者说才会发信息让我们出来 在送走这几名自称警察的人之后 陈某越想越觉得不对 于是他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刚开始报警的时候 训练的孩子不敢派进 他们到底是不是警察 没有见过 就是说 都在新闻里面看过 但是真的没有见过 说有人敢冒警察 这一块事情 广州市公安局 白云区分局 京西派出所民警 接到陈某的报案后 迅速展开侦查 这就是当时的犯罪嫌人 两个穿便服 两个穿制服的 就用这个公司进行诈骗 通过调取监控 警方发现报案人陈某所说的 那两名身穿民警制服的男子 是在该公司厕所内换的警服 就发现是 一会儿有一定组织的人员 通过虚假的那种应聘 应聘的方式 然后踩点 再通知其他同伙 假扮警察 进行一个诈骗 这种案子 首先它是侵害了 我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一块 第二块 它是对我们广州的治安 有个破坏性 对这类案件 我们警方的态度是明确的 而是从重 坚决 从快 来打击 白云警方抽掉了 金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 开展深入侦查 发现犯罪嫌疑人当天 在收到转账后 迅速驾驶一辆白色小车 离开现场 当时我们是发现 他们离开那个大厦以后 是上了一台接应的 一个小面包车 逃逸的 但我们也通过 香港的视频 那个信息 发现这个车的运行轨迹 我们发现 它是往佛山方向走的 同时民警通过银行查询 发现犯罪嫌疑人 账户内的两万元 已被分几次 在外地归员机取走 民警立即采取措施 将该账户内 剩余34万元冻结 为报案人陈某 挽回了经济损失 随后根据银行取款信息 办案民警锁定了 这个以何某为首 冒充警察进行诈骗的 作案状获 成功加6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他们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在网上一个群认识 然后他们从群里面得到信息 也有人教他们这个录制 就是说现在社会上 很多这种违规的一些公司 违法违规的公司 从事了一些非法的事情 或者打擦边球的 那他说这种公司 通常就自己身上也不光彩 就一般都不敢去报案什么的 就是他说去骗这些人 或者骗他们猪杠的话 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他这个本身这个受害人 我们这个当事人 他以前是从事了非法代孕 那个是一个违法案业 也被相关部门查处过 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到 当地检察部门 人民警察在办案过程中 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 和程序要求 绝不可能出现所谓的 给钱私了就不用坐牢 开车上路对于司机来说 手上握住的不仅是方向盘 更是生命安全 然而总有人 置他人和自己的安全于不顾 吃面条 嗑瓜子 抢红包 各种违法炫技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这是微信中 疯传用脚开车的视频 视频中还传出 开车男子的声音 称用脚开车还挺凉爽 广东普宁交警 反复查看视频后 确认了始发路段 并通过车上临时耗牌等信息 确定了设施车辆 视频中 用脚开车的男子姓钟 被交警传唤后 朱某称 他在夜里一点半左右 开车与一位女性朋友外出 中途看道路上 车辆行人稀少 便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车技 那就将他的左脚 放在方向盘上面 保持这个20到30公里 每小时的速度 直线行驶20多秒 民警察政后 对朱某进行了批评教育 依法暂扣驾驶证 并对其妨碍安全行车 和未按规定 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行为 合计罚款300元 即14分 再来看浙江的一位 长途客车司机 在高速公路行驶时 竟然边开着大巴车 边剪着指甲 监控画面显示 在行车途中 客车司机用手肘控制方向盘 双手则剪起指甲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车速还很快 但他还是时不时低头剪指甲 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分钟 当时车上坐了17名乘客 这位司机不仅受到 计分罚款的处罚 还被运输集团开除 并列入当地交通部门黑名单 不能再从事营运驾驶工作 小小方向盘关乎大安全 然而边开车边炫技的 还不在少数 司机们炫技的方式 更是五花八门 在重进云阳县 一位公交车司机 一边吃面 一边驾驶着公交车 时不时还双手脱离方向盘 仅用手肘抵住 上演了一番驾驶绝技 这一危险动作 也被车上的乘客拍了下来 事后云阳县运管部门 将该司机纳入黑名单 不允许他在云阳境内 驾驶营运车辆 有边开车边吃面的 还有边开车边磕瓜子的 监控画面显示 在山西境内的高速公路上 一名客车司机 右手扶着方向盘 左手不时从扶手处 取瓜子磕瓜子 并平平扭头放瓜子皮 就在这时 客车突然靠近前方一辆大货车 一路上单手开车的客车司机 迅速双手紧握方向盘 试图采取紧急避让措施 但还是避让不及时 撞上了前方的大货车 据交警现场统计 事发指客车上 共载有51人 索性乘客都安然无恙 最终客车司机 因在驾驶中 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 交通违法行为 被处以100元罚款 驾驶证计两分的处罚 事实上除了这些行为 很多司机还会在开车时 看手机打电话 甚至是抢红包 在湖北二广高速冬月庙家口 一个由四辆卡车组成的车队 快速通过了监控区域 似乎一切正常 但是通过高速公路上的 高清监控设备 高速交警发现了惊险的一幕 原来这个车队的四名司机 竟然都在行驶过程中玩手机 看这位司机右手握着方向盘 左手拿着手机 双眼盯着手机而没有看前方 这位司机虽然眼睛是看着前方 但是右手却拿着手机放在耳边 听着手机听通 再看这位司机 同样是一手握着方向盘 一手打着手机 最惊险的就是这位司机了 他在开车时 双手居然都离开了方向盘 手肘撑在方向盘上玩着手机 这几辆车时速在每小时 五六十公里 看到这个情况 高速民警迅速在前方收费站 将车队拦下检查 依法对他们做出了罚款两百元 即两分的处罚 生命不能儿袭 千万不能用生命来炫技 前不久 贵州海里的一个女子 来到了派出所 称自己并没有犯罪 却被警方网上追逃了 希望警方能够还她一个清白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的身上还真背着一起案子 据陈某说 今年六月 她曾在湖北与他人发生争执 还打了架 不过在她的印象当中 那次事件并不严重 可前些日子 她却听说自己被网上追逃了 听完她的陈述 民警登陆了公安部门 网上追逃系统进行查询 这一查却发现 陈某还真没有被冤枉 通过身份的查询 果然是这个 那个福北省那个 上市网的那个这头犯 经讯问 这感觉是确实这个 写险游流他人妇女卖淫 在保康 并且还一起犯罪前科 随即警方将陈某控制 移送看守所进行羁押 并第一时间 与湖北警方取得联系 事后据陈某交代 她原本以为 自己是被错误追逃 却没想到 自己容留他人蔓淫这件事 已被警方掌握了 陈某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 供认不讳 我自己喜欢 做点如何 我做点如何 这个事情 也许这个事情好事 早一点 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 早一点 这个证据是重新处理吧 近日 河北唐山高台子村的 四名村民 在植树时 正赶上上游水库放水 结果被困在了 水中央的小岛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